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窝花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买菜 领味 端菜 收拾桌子 画面中这位大叔来自韩国 名叫红珍珠 是辽宁省沈阳市西塔地区 有名的红书 2004年 这位韩国的文艺大叔 毅然带着妻子和孩子 来到沈阳创业 如今他在这里经营着多家店铺 并且生意都十分红火 近日 这位韩国大叔忙里偷闲 在自家店门口 向记者讲述了 来中国打拼的经历 2004年 面对生活的压力 红人珠携旗带女 从韩国来到了中国 落脚在小舅子居住的 辽宁省沈阳市 在这里 红人珠放弃了原本的绘画事业 选择在西塔 这个朝鲜族特色街区 做起了餐饮业 以前我在韩国的时候 没有做这个开店了 但是我是韩国人吧 就是我媳妇也韩国人 是味道种种吧 所以说每天我努力努力 然后那个就开那个 经过多年的打拼 红人珠不仅拥有了自己的饭店 还有咖啡店和甜品店 在中国日子越过越好的 红人珠认为 是中国快速的发展 让自己受益威胁 一直中国经济发展特别快 比较 但是现在也那个特别快 然后那个变化特别大 所以是就是我刚刚来的时候 就是一般顾客是严厉大 但是现在都年轻的人 除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在中国潜行经营 参与数十年的红人珠 告诉记者 中国年轻人消费能力 和追求新鲜事物的需求 都是让自己饭店成长的重要因素 当下最绕不开的话题 便是新冠肺炎疫情 红人珠坦言起初新冠肺炎疫情 对自己生意的打击非常大 但是很快 中国整体的抗疫行动 让他感到十分安心安全 熬过了最初的萧条后 他的生意再次红火起来 中国是有特别的安全的感觉 然后那个 我们都是 疫苗都就打完了 所以 就是 能这么多 特别安全 特别好 如今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 红人珠已经有两年 没有见过回韩国念大学的女儿了 前不久 她刚刚问询了 女儿是打算继续读书 还是来中国发展 虽然女儿之间 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 但是红人珠告诉记者 在她看来 中国的机会有很多 更适合年轻人的发展 中国是 大国家 龙口独 还有那个 就是 全世界一半月 那个毛衣独 所以 中国几乎一大半 我 在你的 年轻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前因此 您 犯人 同 我们